欢迎收看7月1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交通部长李孟宴19号来到了花莲 视察铁公路灾后的附件状况 并希望长春四乙东至隔口路段 能够尽快的修复 让太鲁阁国家公园可以在年底之前 局部的启用开放 交通部长李孟宴19号来到花莲 视察铁公路灾后附件状况 除了前往中横台八县 苏华台九县及铁路北回县 了解目前的工作状况 并且也到台八县183.6公里处福德池 视察崩塌点编坡保护工程 和国民党立委傅坤奇 郑天才 民进党立委沈柏扬也都到场关心 那今天我们来看台八中横这一段 那最重要的是希望在除了六处的编坡 要在年底来完成 那我们也请这个公路局 跟国家公园这边来赶办 那希望在年底前长春池以冬的部分 那能够包括修复 包括更安全 还有包括油气设施都能够来修复完成 那能够在年底前 针对整个泰鲁国家公园 能够有局部的开放 那对花莲的观光能够有所帮助 那未来沿线还会有四处的民隧道 那这个部分需要大概两年的时间 来施工完成 那让整个沿线更安全 那比较长期我们还会整体规划 是不是有新的路廊 新的路廊包括以隧道的方式 以高架桥的方式来形成 台铁方面在落实告警监视器也做出强化 在7月22号之前 整个花莲沿线会再增加20组监视器 并有专人24小时轮流监控 至于下周可能会面临的台风 李孟宴也要求铁公路做好万全准备 如果雨量过大 就要封路或停市 保障大众交通安全 记者秀林香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